掌声有请 江老师 哇 新年好 哎呦 过年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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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真帅啊 哎呦 过年好 来来来 哎呦 这个王老师啊 有一天呢 突然看到了儿子的表演 你真激动 最近他最火的一部戏 光荣时代 我是从头到尾 一个镜头不落的看完 哎呦 我太喜欢他儿子演戏了 说实在的 那个爆发力 那个精准 那个舒服 有一天你爸爸告我 那居然是他儿子 哎呦 我既失落又高兴 我这就是要知道 这是我儿子该多好 眼看好了 我说 今天的采访 虽然是会是大腕 不是冲你来的 我冲儿子来的 我必须让儿子 站在这个地方告诉大家 这个角色 是我们儿子演的 哎呦 太棒了 谢谢 谢谢 这个儿子有这 有这出戏高兴吧 高兴 是不是比您演戏都高兴啊 对对对 你还真别说真这样 是吧 嫂子 您是更愿意看 你丈夫演戏呢 还是更愿意看儿子的戏 现在看儿子 哎呦 对 就这一个孩子是吗 对 独生子 这个他小的时候喜欢演戏吗 小时候 你不是照这培养的吗 不是 他爸坚决反对 坚决反对 可是我儿子真的是 十岁那年 我在剧组做副导演 他就跟我演戏去了 没办法 他那年是拍年轮 年轮 演王小松那个 按不住 对 没办法带剧组去了 关键是世慧大哥 你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哈 你这生的儿子 怎么跟你一点不一样呢 啊 老子不是一个型 啊 对 绝对不是一个型 所以我怎么也想不到 这是你儿子 对对对 倒看得像你儿子 对还真是的 这个我想知道 你小的时候 看过爸爸演的戏吗 看过 因为干这行就是 老是离开家庭比较多一些 所以我爸爸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 我经常跨这个钥匙 就在台下等着 对 然后我妈妈也在工作 就很少有人管我 所以他们只能在工作之余 把我带到排练场 嗯 所以我最开始的艺术的最初级的认识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嗯 画着钥匙 我们家呀有个特殊的 嗯 我是沈阳军区文工团的 嗯 我爱人呢 他也是跟我一个团的 化学团的 他是在二队 我是在一队 嗯 两个结合了以后呢 就有了孩子 我就下部的演出 我也去 那边我到哈尔滨 他到长春 哦 这还不在一个地儿 对 孩子呢 就三个月 就没办法 他姥姥呢 孩子姥姥身体不太好 嗯 就没怎么人带 就这样 我们一演出呢 他就有时候在我们排练场 就看 嗯 嗯 公小兽许 这样看 对 哎呀 其实我想问儿子就是 你知道爸爸当年最出名的那部电影是什么吗 啊 《百爱情遗忘的角落》 那部电影 呃 当时有多火 你了解过没有 呃 我说 我爸爸跟我讲过说 他也戴过墨镜上过街 哈哈哈哈 对 这个 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就是他跟丹萍 丹萍姐姐的那个回头一眼 我就一直以为他俩有事 哈哈 没想到后来他跟你妈有事 哈哈哈哈 不是那个时候是不是在演戏的时候 你们俩已经 就已经谈恋爱了 哦 已经谈恋爱了 对 您但有没有担心过他去拍这部戏 万一再产生点小感情啥的呢 那个也没有 为什么呀 我们俩那会是正热恋的时候 再一个人沈丹萍当时有主 你都打听了 有主是吧 你看都打听过了 所以就幸亏你没有杂念 否则的话 光荣实在就缺个好演员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演戏的 我是 我是上了大专 我没有上高中 这个事还得 我爸不知道我没有上过高中 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月以后 然后我爸爸从拍戏回来以后 我妈妈不知道 我妈妈被我骗了一个月 我妈妈以为我一直在念高中 但是不知道我已经上了辽宁一校了 然后在一校 对 我没有上高中 因为我当时觉得 我就是想去学 我就是想干演员这孩 就是干演员 然后他们俩的极力反对我 就是不会让我干 然后我那时候逆反期 然后就觉得 不我一定要干 你就自己去考去了 我就自己去考了 然后考了第一名 然后文文化课 就是学费免费 然后再加上了重新建党 所以他们一切都不知道 然后就麻了一个月 等我爸拍完戏回来以后 知道了这件事 因为我骗不了我爸了 什么事情在我爸那 一下就能看透 然后回来就跟我说 就开始说 你要做什么 说第一个 你可以当律师 因为你口才还不错 逻辑思维还比较准确 我说好 我不干 那第二个你当厨师 你现在去学西点 将来也是一条路 然后你可以有一技之长 可以养护自己 我也不干 也不干 第三个就是你要当演员 演员怎么当呢 你一校毕业以后 必须给我考上上系或中系 或者北电 但是北电 我爸还说了一下 你可能考不上 因为这个形象可能不行 然后我爸就说 如果你考不上 这两个学校的话 我建议你就 不要再干这行了 然后因为你没有学过 正统的训练 然后你就来接我的班 我提前退休 那个时候作为一个 就是一个叛逆期 特别强烈的 一个毛头小伙子的话 就是爸爸说主动说 我要提前退休 你来接我的班 我就觉得他在扇我的嘴巴一样 你就凭什么呀 对啊 我一定要做出点什么事情 就从那个开始 我才知道中央系统员 才知道上海系统员 才知道有这么多好的院校 后来你考了吗 我考了 我考了上海系统员 考了中央系统员 那年我考了第一名 对 真的呀 张老师啊 我对您的印象 是一个特别温和的人 人特别好 为什么要反对儿子 这么好的配色 他觉得太难了 我当时怎么想啊 因为从事我们这个专业 非常不容易 一呢你要有一定文化 二呢你要吃很多的苦 这个苦有很多 这个搞演员 很多人就愿意让自己的孩子 从事这个专业 但是呢 真是挺难的 这不是一般人能吃的 你怕他吃不了这苦 对 我说半刀而废 我怕他这个 我毕业的时候 然后我爸爸 呃 那个时候来看我 他的手受伤了 然后就藏在后面 跟我吃了一顿饭 然后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说 你看看你爸爸的手 我爸爸拍戏的时候 从马上掉下来 手指都骨折了 哎呀 然后呢 等过了几年以后 我开始演戏了 我妈妈不停地在 发信息问我 怎么样又是大业 累不累 辛苦 而那个时候我就读懂了 我爸爸的心态 他不会把苦说给家里边人 他觉得他要把幸福 带给家里人 告诉妈妈的 永远是平安和幸福 嗯 然后我才理解了我爸爸 当时有多么多么的辛苦 然后妈妈永远是我们的 坚实后盾 我记得我拍戏特别苦 跨年的时候 不能回家陪爸爸妈妈 我妈妈就包饺子 然后拿袋子寄给我吃 因为我最想吃的 就是妈妈包的饺子 那年过年 就是因为一直在拍戏嘛 很辛苦 回到房间的时候 打开U包 发现是饺子 我就哭了 想家不一定是想什么 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是 妈妈的味道 家里人的味道 这是最关键 哎呀真是好感动啊 对她最喜欢我包的饺子 她上大学的时候也是 我只要是去看她 她的房间的那个同学也说 叫咱妈给包点饺子来吧 啊 所以有的时候这没办法 你控制不住她 是的 但你看现在儿子多好啊 是啊 是啊 没有 过 crit